根据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估计,台湾脂肪肝人口可能高达600万人,如何改善显得很重要。 对此,连安诊所超音波市主任杨建华表示,很多人往往会忽略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问题,并指出6大高风险族群, 包括体重过重,是吃甜食和高油脂食物,C型肝炎,糖尿病,使用部分药物及过度及时等。 其中药物方面,例如肋固醇、乳癌用药,也可能会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。 医师杨建华在《连安医周看》专栏撰文表示,就算不喝酒,非酒精性脂肪肝仍可能找上门, 其患者在台湾人口中的占比并不算低,罹患率大约在15%到45%, 杨建华指出,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分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两种, 牵着胃已经形成脂肪肝,但肝脏没有发炎的状况,或者是肝脏已经发炎, 若没有妥善治疗并及时管理健康状况,就可能发展成肝纤维化, 严重更恐怕会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。 至于非酒精性脂肪肝形成原因,杨建华提到有四种, 分别是代谢问题,肠道菌从失衡,遗传因素以及其他原因, 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,脑下垂体功能不足,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,女性多囊性卵巢,缺乏运动等, 又以代谢问题为最大宗,尤其肥胖,糖尿病,高血压, 高血脂都容易进一步造成脂肪肝, 杨建华并提醒有六种人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高危险群, 一、体重过重折,杨建华表示BMI超过25要注意, 可能会产生胰岛素抗性,甚至出现高血压、高血脂等代谢问题, 导致脂肪堆积在肝细胞里面不易代谢, 二、食吃甜食和高油脂食物者,杨建华指出容易蛋白质摄取不足, 也容易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, 三、C型肝炎病患, 杨建华说明C肝病毒容易有脂肪堆积的情况, 因此容易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, 四、糖尿病患, 杨建华点出不但要担心有脂肪肝的问题, 还要担心脂肪仪因为患者内脏器官堆积脂肪, 导致功能异常, 五、使用部分药物者, 杨建华表示如肋固醇乳癌用药, 也可能会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, 六、过度结实的减肥者, 杨建华提到过度减肥时, 脂肪溶解让由离脂肪酸增加进入肝脏堆积, 因此建议减中药适度每周减少0.5到1公斤, 杨建华提醒, 大部分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人是没有症状的, 若肝脏开始有病征时, 往往已经很严重, 呼吁唯有定期检查,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。 感谢收看,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